9点49分了朋友们 3月11号礼拜五给大家看这么一个消息啊 四川省西昌市市委书记李俊和副书记 一负一正叫贺雪梅通奸被抓 贺雪梅的丈夫是一个副县长叫马晓宁 羞愧自尽 不至于吧 你老婆不就给你戴个绿帽子吗 既然是这种奸夫淫妇 是吧 你干嘛这么的当真呢 这么的不能自拔呢 对吧 大不了俩人离婚呗 你再找一个年轻的 你又是副县长 是吧 你在你那个县 我估计是吧 年轻的漂亮的 大姑娘小媳妇 接过婚没接过婚的 谁不想跟你啊 对吧 你可以完全有后半生 非常快活 非常快乐 非常幸福 非常圆满 完满 美满的生活 何必你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对吧 他可能 是吧 抬不起头来 抬不起头来 你就把官辞了 就别当这官了 对吧 你就该干嘛干嘛去 你当个诗人 当个浪漫主义的大诗人 当个写写小说 或者你经商 当然了很多官员不会做什么 是吧 除了当官 他们没有任何的生存的技能 对吧 在共产党内部 这个搞破鞋 是吧 搞这种类似于乱伦 男女之间这种混乱 这不是常态吗 甭说别的 我生活中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熟人 他帮过我一些忙 他就在体制里边当个小官 有一次他给一个女的发了一个短信 就很暧昧啊 那明显就好像是 应该就是情人关系 就发到我的手机上来了 我一看 后来他说 对不起 发错了 是吧 我也没说啥 是吧 他家里边 他媳妇我也认识啊 对吧 他媳妇也是在体制内 这俩一个是处级干部 一个科级干部 都怎么干 都怎么干 前一段抓起来的 陕西省委书记赵正勇 不是把好多自己那个 部下的媳妇都给玩了吗 有的可能还把人家媳妇玩了之后 还玩人家闺女 江苏吧 江苏有一个叫许奇奥的吧 是建设厅的厅长 还是什么厅的厅长 那不在住院期间 人家那个一个女护士 四十多岁 风韵油存 半老徐娘 是吧 这不是他也给人家 给人家那个什么了吗 就给他打着点滴 他就上下起手 是吧 有的女的也是犯贱犯浪 是吧 叫什么 捏着半拉装紧 听得懂吗 捏着半拉装紧 对吧 我这么一说 好像稍微有点太通俗了哈 但是没问题啊 说的是这事啊 对吧 现在这年代 好多女的你要有钱 或者你是当官的 他也愿意以身相许 往你身上贴 所以一个有情 一个有义 对吧 哎呀 这个别太当回事啊 这办公室 这些人吃的好 喝的好 每天又没 不干什么正事 除了勾心斗角 就是发情啊 就是搞破鞋 男女关系 对不对 是吧 这男的 我估计也不是个好鸟吧 啊 他当副县长 对吧 他周围没有几个漂亮的女秘书吗 对吧 装什么孙子 对吧